极乐世界非常单纯 只有老师学生 佛是老师 菩萨是学生 很单纯 就这两种人 而且 他们的身 与他们居住的孤独 跟我们这边完全不一样 我们这边 是金刚经上所说的 一和像 注意懂得什么叫一和像 无论是动物植物 矿物自然现象 都是一和像 和是组和 一是一个东西 佛经上告诉我们 什么一和像 极为之微一和像 现在科学家知道了 什么一和像 量子一和像 佛经上称他为 极为之为 现在科学家称他为量子 华年老 在柱节里面 设定名字 中 维 子 啊 这个是最近三十年 物理学家 物理学家才发现的 全是这个东西 组合一和像啊 一和像不是真的 原距像就信 原散像就没有了 啊 俱三啊 无常啊 啊 极乐世界 不是 一和像 啊 他是什么 他是发信神 发信徒 啊 跟我们这里 完全不一样 啊 所以 西方极乐世界的人 不需要饮食 不需要睡眠 你看 我们饮食睡眠 耽误多少时间 他那里不需要啊 所以进入西方极乐世界 就进入这个学校 你在阔堂里面呢 进去阔堂 离开阔堂 你就成佛了 就毕业了 这个妙 妙极了 真的是一身成就啊 啊 那坐在这个寇堂里面 时间要多久呢 时间九战 固不相同 为什么 有人很精进 他就早一天毕业了 啊 有人稍微懈怠一点 迟钝一点 他就晚几天毕业 这不可思议啊 一般 如果我们看 三倍九品 那比照华严金 四十一位发生大死 要这样对比看呢 那就是三大阿森奇迹 这是什么 一切诸佛如来的 时报 专严图啊 极乐世界不是这样的 啊 极乐世界快速 超出诸佛 插图太多太多了 是不可思议 啊 换一句话说 你到极乐世界 你什么时候成佛 我们有理由相信 有人往生极乐世界 当天就成佛了 为什么 大臣教理佛常讲啊 我们只要把三种烦恼放下 就成佛了 佛告诉我们 放下执着 执着是见思烦恼 放下执着 就是见思烦恼断了 你就证阿罗汉苦了 你永远脱离六道轮回了 这是放下一种啊 再放下第二种 分别 分别 也就是大臣教理所讲的 承杀烦恼 这个也放下了 你就是菩萨了 比阿罗汉劈之佛高啊 最后能把无名放下 无时无名也放下了 你就永远脱离 舍法界了 到哪里去了 成佛去了 到舍报专业图去了 舍报专业图 有四十亿个阶级 我们更新 等一点 差一点 四十亿个年级 从一年级 二年级 慢慢去毕业 要多长时间呢 经上告诉我们 三个二三七级 最后一瓶 身相无名习气 断了 你就沉妙觉入来了 妙觉入来 跟主人说 不住在 舍报专业图 他住蓝年 他住长级光 那就是究竟圆满了 可是我们想到 西方极乐世界 肯定有很多人 不是少数 他们非常快速 有能力 把 剑丝烦恼 沉沙烦恼 无名烦恼 同时放下 一念当中就放下了 他一念放下 就真的究竟圆满的福果 为什么我们有理由相信 我们在六足谈经里面看到 慧能大事就是一事放下 摄迦摩尼佛 在菩提树下 也是一事放下 这一个在东方 一个在西方 做出最好的榜样 给我们看 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听阿弥陀佛讲经说法 豁然开悟 就放下了 这就成佛了 就毕业了 是极乐世界有特 有这个 这个这个特别般 那不是普通般 我们欲细细去观察 去体会 极乐世界 确实不可思议 俗得文法 文法就开悟 开悟就正苦 所以此人命中 色相如福 并俗得文法 我们在这个世间 文法不容易 而且说法的人 都是反复 没有开悟 没有正苦 怎么能跟 阿弥陀佛相比 真正喜欢文法 赶紧念佛 到极乐世界去 亲近阿弥陀佛 就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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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